大家好 欢迎收听《望向编辑》的节目 今天有个新西兰的《异得台阳》还有社长Raymond Wong 欢迎大家 希望大家点赞、分享和订阅 请记得订阅《望向编辑》 正向普通晒冷气 继续装大中立模式的力量 好了 今次想跟大家讲一下 哎呀 很不幸啦 DJI 大疆无人机这个品牌 现在真的可以说是受到内忧外患 为什么呢 首先讲一下有些什么内忧 过去十年这家公司成长得非常之快 尤其是在比国的业务那边 北美依然都是DJI大疆的第一市场 而且在全球都拥有万四名员工 但是北美就已经有200人了 但是真是好经不常 很多的员工都是纷纷离职的 为什么呢 有多名现任从前员工就讲到 过去几个星期 甚至乎过去几个月来 北美的业务 因为各项的制裁 而受到打击 大两个裁员和离职 三位前任的员工 和一位现任的员工就讲到 大疆的北美200多名员工 有三分之一已经来职了 在来自北美三个不同的办公室 去到今年的二月 美国的研发部主管都走了 他负责的是位于美国的旗舰店 在北美的研发中心 还有另外 跟手都在研发部里面有十个员工 对于发生这种事情 其实大疆本身也是很不想的 这个决定也很难 但是也要因应这个市场的变化 同时也很感谢他们过去的服务 本来一间 这个后起之秀 可以说得上是一个 来自中国的一个名牌 可以说得是 风光的日子 可能已经不再了 就想不到 虽然是这样 他们也希望 仍然维持北美的市场 没有想过要放弃 但是主要最大最大的原因 都是因为美国的制裁 将它加进去实体清单 这个负面影响是很大的 当然我们这些海外唐人 当然是照买大疆的产品 买他们的玩具 我自己基本上 现在很多拍摄的机器都是大疆 那些 那迟些会买一部航拍 都是大疆的 因为要支持他们 没办法 那现在你看到一个情况就是 美国将大疆放进去实体清单 那里之后 其实对美国都是没有好处的 因为美国其实它自己 没有错 它是有些竞争对手 比如举个例子 有一家叫Sky Deal 那Sky Deal 其实它的焦点 就放在那些军用的无人机那里 但是民用那些 那些 民用那些基本上 都是照买DJI的 其他品牌那些根本就不耐电 那现实就是 那当然你说可能会有一个 有 现在有些产品很便宜的 譬如几十元一只航拍机 那样 但是几十元一只航拍机 那些航拍机呢 就只会飞上去和拍片的 那个镜头就不懂自己稳定的 就不是那样东西来的 拍出来的效果 根本上是不可以的 那当然你说几十元就算了 就是那个质素差一点都没所谓 那但是 就是它其实几十元 我应该说几十元是美金 几十元一只 那些根本就 就是以我的标准来说 就拍出来很糟糕的 就不是那样东西来的 就是几十元的东西 可以替代到几百元的东西 我是觉得无可能的 只能够这样讲 那和现在无人机 是有个实际的用途的 譬如你去卖楼啊 卖地产啊 那些全部都要用 和无人机拍一些片的 就是起码都要拍几张照片 就叫做无人机升了上天 接着拍到一间屋那里 那屋顶的样子是怎么样的 那其实无人机都自己 对你维修自己的家屋 都是有帮助的 你是可以拿个无人机 飞上去看看 究竟那些东西哪里有问题 哪里塞了啊 那些你可以去搞 如果你是要爬梯上去搞的话 其实有时候就很危险的 但是无人机其实有实际的帮助 这个好处啊 是的 那不过没有办法啦 美国佬自己 就是找这些东西来搞 那没办法的 这个 就是DJI呢 除了我们这些 一般民用之外 一般民用暂时来讲 都是没有影响到的 但是其实它在北美 尤其是美国啦 本身呢 就和一些比较大的 大型的机构呢 都有相当的合作的 那去年十二月的时候呢 大疆驻美国的公共安全部门 负责人 这个Romeo 那他就很不幸离职了 那这位Romeo这个人呢 是做过些什么呢 看大疆 那他其实呢 就是看这间公司 在美国的非军事政府的部门 机构提供无人机的技术 和业务建设中呢 是发挥了一个核心的作用的 那Romeo呢 就曾经是美国 空航天局 或者NASA呢 的一个项目经理来的 而且啊 他在这一方面 这个行业 这个行业 这个行业呢 都是可谓的 有影响力的 那他另外呢 他的竞争对手 瑞士的Ostron的公司呢 就说 他的离开大疆呢 都是因为他说到 美国团队呢 和他们的中国的总部之间 内部啊 有一些咬叫 一些所谓的 人事问题啊 他感到很沮丧啊 所以啊 再加上啊 北美 对北美的业务重组的决定呢 另外 就是 中美的紧张关系啊 而导致啊 对于这个北美的市场啊 是变得非常复杂的 那这位Romeo 他是2014年 加入大疆的 就是 前后呢 就 大约就做了 六年 在DJI 就做了六年 那他在 这个北美的业务呢 就贡献了非常之多啊 但是 一个贡献这么多的人 都很无奈啊 要离开 因为这个市场变化就是 连DJI 他们自己都没有办法 可以解决得到啊 那其实对DJI的 大疆的 的损失啊 人才的损失啊 是非常之大啦 但是这个没有办法啊 一定要讲清楚一件事情先 就是这个其实是啊 川普的指令啊 就是将这个 DJI 放在实体清单 所以冤有头 债有主啊 就是不要将这件事 入了拜登数啊 其实就 很明显一件事情呢 就是啊 川普那些政策那些 负面的事情呢 到现在都是在影响着 就是中国公司的 这一件事 是很嚴重的 其实 那还有一件事呢 就是 你现在看看DJI 那些产品呢 其实它究竟 是不是有些进步呢 那 航拍机那方面呢 其实 它那个进步呢 就越来越少了 那但是拍摄 其他拍摄的那些机呢 那就是很坦白说 有些是新不如旧的 就是举个例子 你扣着手机的那些云台呢 它现在新的版本OM4呢 就绝对没有OM3那么好的 所以呢 现在很奇怪的一个情况呢 就是OM3的价钱 被人炒高了 还有一部呢 就是 就是我也发现了 有一个问题 就是它那部Pocket 2 它那个广角镜呢 太厉害了 太广角了 那么基本上 那个广角镜太厉害了的时候呢 你拍出来的东西呢 就会扭曲了的 那么 你拍出来的东西 扭曲了 那是不是真的好看呢 那么 我觉得是见仁见智 没错 你看的东西是多了 但是结果你播出来的画面呢 就 有个弧度在那裡 是啊 跟现实距离太远了 就是变成像车镜的镜头 那么 它在产品研发那裡 有些事情可能是没有想过 就是如果你要弄到再广角一些 又要弄到它没有扭曲的话呢 其实那个技术呢 是要再提升一些 但是 就是很坦白说 这个 就是DJI的技术 就是那个镜头的技术呢 就没有提升到的 那么 有很多东西都去到一个平颈的了 就是说真的 DJI这个发展 那么现在那些人走了 会不会有一间公司去和它斗过呢 其实是有可能的 没错 那DJI很多东西有专利的哦 是有专利 但是呢 很多东西是可以避过了专利的 你做大一点 做小一点 就已经避过了专利了 就是好像比亚迪那样 它最初做电池呢 其实它是怎么样避过了 从下的那些专利呢 它就是有些东西做大一点 有些东西做小一点 这个不是我说的 这个是它老板接受 是这样做的 就是避过了那些专利 因为那些专利呢 全部都有讲到那个东西的尺寸是怎么样的 它就改了一点 改了一点就已经不犯法了 就是比亚迪它是很聪明的 当然它现在做大了 它那个做法又不同了 它那个研发又会改变了 那个方向 但是 就是 之后如果有一家东西 是出来和这个DJI竞争的话 它一定是会用 跟类似的方法的 不敢说 跟这个比亚迪一样的方法 类似的方法一定会用 比如电池又放大一点 放小一点 那个传输的功能 又会改变一些 那个模式改变一点 那当然大疆的产品 其实大部分都很OK 但是新的那些产品暂时 就是我看到一件事 就是 现在这一水的产品 可能就 不是那么多人买 反而 它出了这一水的产品之后 上一水的产品的人 现在就很吹捧 因为有很多人 就走了去买它上一水的产品 现在 是刻意去找上一水的产品 嗯 就可能那些生产品的品质 也都没有以前那么好 或者 品质应该没问题 品质应该没问题 有问题 有问题 但实用性 是不是呢 是啊 那个实用性是有不同的 那再说一下 一些它们的历史 好吗 好 那这些东西呢 2006年是成立的 大疆呢 就可以说得是 中国一个新兴品牌唱征 和华为 Digital Dance 字字跳动 一样 那 但是很不幸 都是因为 中美贸易 和这个外交的问题 导致到 出现 现在的困境 可以说得 是直接影响到DJI 就去年12月 这家公司 被美国商务部 列为这个实体清单 也都导致 他们在加州的研发业务 是直接影响的 也都可能因为是这样 他们没有办法继续维持 他们在北美的市场的实力 那这份商务部清单 也都会令到大疆 是被禁止购买 和使用一些 美国的技术 或者一些部件 那据这个 美国国防部统计 去年 在美国的非军事市场 价值是有42亿美元的 在以前来说 大疆就控制了北美近90%的消费市场 和70%的工业市场 而大疆的研究的负责人 就说到 企业团队 就是这个商务部 12月份的禁令 和禁止购买美国零件的行为 就直接影响了 他们公司的应用 例如伺服器 电池 甚至乎 一些影像产品 虽然 这个禁令 是不影响一般的消费者 但是 它在工业的市场方面 就真的 是正面性地打击他们 那 为什么会搞到 这样的警方呢 原来 在2017年 就已经有美国陆军的 美国陆军的司令部 就说到 这个大疆 无人机 是偷取数据 2018年5月 美国就发出警告 中国制造的无人机 可能 可能 可能会传出一些敏感的数据 给中国 对美国的讯息 安全 是带来潜在的威胁 他这样说 事实上 就没有证据 不过可能或是潜在 然后 所以才会出这份警告 去到去年8月 美国国防部 就出了一份名单 而且 列出有5家 5家 获准向联邦政府 提供无人机服务的供应商 其中4家 就是美国 1家就是法国 去到去年10月 美国内政部就说 只会从这些 国防部认开公司 购买无人机的 DJI就不在这个 list里面 很不幸 相对 即是说 他们是没有办法 抢占到这个市场 不得止 是很多 是没有办法再给他们 可以 扩展业务的 你做不到那些政府单 你根本就是 没办法吃 没办法再扩展的 基本上 只能够做些下篮东西 做消费品 普通的消费品 一般的消费 做普通消费品 就没什么肉食的 那你买产品 其实 赚得多少 那美国政府呢 虽然就说 没有全面禁止 大疆无人机 但是很多的大企业啊 工业用的产品啊 基本上呢 就不会再考虑大疆的了 因此是因为这样 公道一点讲一句 你中国 中国军方会不会采购 就是美国公司的 产品呢 就是其实这一件事 就是要公道一点去看的 那美国它这样摆下去呢 就是告诉你 你不用做的了 那其实都不是一件 就是我自己觉得 如果你说军方的合同 政府的合同 就是某些程度呢 都不是一件坏事来的 就是大家知道那条线呢 做什么产品呢 是可以 什么产品是不行 什么产品是大家会买 什么产品大家不会买 清清楚楚 那其实 不完全是一件坏事 那也是的 但问题就是 军方 啊 美国政府不买 但是啊 很多些 啊 私人企业啊 或者一些工业用的 的企业啊 他们都会参考回 美国那个 standard的嘛 那也都可能是因为这样啊 而导致很多啊 非工业用的 非军用的 不是非工业用的 非军用的企业 就不会再考虑用DJI 那变了 就打开了一个渠道出来 给其他的公司 可以有机可乘的 吃了这个份 这个市场啊 啊 完全就是将DJI 拒至于门外 那再加上啊 啊 这个前景不明啊 也都导致啊 内部的内部的员工 流失 走的就走 啊 滑角的滑角 还有还有 还有 北美的的 内部的问题 北美的市场 的办公室 和中国的办公室 大家互相之间 有一些 内部拳斗啊 那很多人啊 因为这样啊 可能啊 辛苦以冷而出走啦 那看来啊 这个双重打击 对大疆啊 都颇为严重啊 可见 我个人认为呢 可见将来呢 就大疆 只能够啊 可能就 集中回一些啊 啊 發展在其他市场啦 除了集中回 在中国的市场之外 可能要去其他的 申请市场 才可能 可以保持住 它的地位啦 但是始终都是 北美啊 不可否认 这个也是 也是一个非常之重要的市场 本来呢 就已经是 佔有90% 可以说是 壟断性的份额的了 那相信啊 可见将来呢 这个份额呢 也都会逐步縮小 那中国自强不息的啦 这个没办法的 是要这样做的 那别人打压不代表 生意就 不可以做下去 不过想过 其他一些方法去做啦 这个我们都经常讲的啦 有时没办法的 这些 始终都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那无可奈何的事情 大家只能够勇敢地去面对 和DJI他都是做了一些调整的 就是很坦白说 就是他为什么会 美国那里会炒人啦 其实就是 他将那个生意的计划 也都很明显是改变了 这个很明显 嗯 那他改变了这个计划 其实就 大家都好 没办法的啦 你最好的情况 当然是 大家互相都信任啦 但是 现在那个互信的基础 没了啦 没了啦 是啊 希望他们可以 自强不惜 顶得住这次的逆境啦 我觉得这次 现在是对DJI 最大 这么久以来 成立这么久以来 最大的一次的逆境啦 好啦 我们这一节就分享到这为止 我们下节回来 再讲其他的话题 拜拜 拜拜